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9月28日 大家可能还记得 在今年台湾总统选举期间 王志安曾经跑台湾上了一档节目 在节目里头发表歧视残疾人的言论 舆论大华 引起了台湾移民署的主义 就把他驱逐出境 而且禁止他在五年内再去台湾 王志安不服 就申诉到了台湾的行政院 理由呢 就说 在台湾移民署禁止他入境 是因为他发表了言论 所以侵犯了他的言论自由了 最近台湾行政院就驳毁了王志安的申诉 因为移民署禁止王志安 入境是因为王志安以观光客的身份 在台湾在台湾从事与观光不服的活动 因为台湾有一个法律是禁止 大陆的人士到台湾上电视节目的 所以并不是说 他因为发表了什么言论 才禁止他去台湾的 所以就把王志安的申诉驳回了 王志安当然还不服 说这个呢 是由于政治原因 所以呢 他要去起诉 就到法院去起诉台湾移民署 当然大家知道 王志安之所以会被禁止 去台湾的确是因为他发表了歧视 要残疾人的言论 引起了众怒 因此才引起了移民署的注意 才发现了王志安是在从事 跟观光客不服的这种活动 才因此把他驱逐出境 所以人家这个理由是充分的确 是跟言论没有关系的 但是呢 即使是跟言论有关系的 这个呢 也没有侵犯到王志安的言论自由 台湾政府没有义务 去保护王志安的言论自由 因为言论自由针对的 是本国的公民 王志安又不是台湾人 他不享有言论自由 在台湾是没有言论自由的 所以人家台湾政府 是根本就不需要 去保护王志安的言论自由 王志安言论自由为由要求 台湾政府撤销对他的禁令 这本来就是很荒唐的 他要去起诉台湾移民署 这个案子肯定的是不会成立的 或者台湾的发言根本就不受理 或者那就简单的驳回 他根本就没有资格去起诉移民署 原因很简单 王志安并没有去台湾的权利 台湾当时允许王志安入境 那个是给王志安的一个特权 而这个特权是可以随时的撤销的 王志安并不是说 他有权有这个权利 也去台湾不可的 台湾你必须让我去 没有的 台湾移民署可以以任何的理由 甚至没有理由拒绝王志安的入境 这很多的中国人就分不清这一点 分不清权利和特权的区别 把特权当成的权利 或者把权利当成的特权 这两者有啥区别呢 那比如说你拥有一座房子 你是房子的主人 那么呢你就有权利 不允许别人进你的房子 如果你邀请某一个人进你的房子 或者呢有人来敲门允许他进来 这个呢是给客人一个特权 能够进你的房子的特权 那么如果这个客人捣乱了 发表了 什么言论让你不爽 或者呢也没有干出什么事 你就是看着他不爽 改变主意了 不让他在你家待着的 那么呢 你随时可以以任何理由和免有理由 就把他赶走撤销了 给他到你家里来的特权 这个呢 是你作为这个房子主人的一个权利 这个客人是不能说 赖着不走的 不能说我玩有权就在你家里待着 那不行了 他赖着不走的话 你可以叫警察吧 他赶走的 这个就是权利和特权的区别 那么对于国家也是这样 某一个国家 颁发签证给外国的公民 这个呢 是给了 这个外国人的一个特权 外国人并没有说 有这个权利 非要来你这个国家 不可的 人家完全可以不让你来的 比如说你去美国大使馆 申请到美国的签证 那么要不要颁发签证给你 这就完全取决于签证官了 签证官可以找一个理由 就拒绝颁发给你签证了 也许他今天很不爽 生活过得不愉快 就找个理由 有仪名倾向之类的这个理由 就可以把你拒绝不给你签证了 即使说签证官 颁发了签证给你 那还有一官呢 坐飞机到了美国机场 能不能入海关 那还取决于边防呢 边防官员 也完全可以拒绝你入境 即使你有签证 也可以入境了 这种事现在发生了很多 自从中美关系紧张之后呢 有不少的中国留学生 都拿到了留学成员证了 结果呢 到美国这边的机场 就被这边防拦下来 到小屋子里面盘落了半天 最后呢 被遣返了 那么你碰到这种事 签证官不给你签证 边防不让你入境 你有责吗 没责的 如果这个签证官 或者边防官员 做事很不专业 那么呢 可以去向上司反应去 希望能够再给你一个机会 如此而已 你是不可能说到法院去起诉去了 到法院去起诉美国大使馆 起诉美国国务院 起诉美国边防 美国国土安全部有可能吗 那不可能的 你并没有权 非要到美国来 美国不是你的家 不是你的国家 到美国来 你是作为客人来的 人家作为主人是可以完全不让你进来的 颁发签证给你 允许你进美国 这是给你特权 而不是你的权利 所以要告 你是没得告的 那黄志安找了台湾的律师去申诉 现在呢 又说要起诉移民署 那应该也是找了台湾律师了 那台湾的律师人不知道 这些简单的常识吗 应该是知道了 那么为什么还要替黄志安去干活 去申诉 去起诉 王志安会给他钱 有律师费可赚 不赚 白不赚 所以就随便找一个理由 写一个申诉 写一个起诉 虽然明知道 这不可能成立了 肯定会被驳回 或者不被受理的 王志安其实也知道 他这个案子根本就不可能成立的 台湾不可能说因此就撤销了 禁止他入境的禁令的 但他为什么要这么干 还要满地打滚的 要去申诉 一个当然是为了炒作自己了 但是还有一个原因我觉得也很重要的 就是趁机要打伞 在这个事件刚刚发生的时候 王志安当时就说 他遭到了台湾民进党的迫害 然后据说就有不少的国民党的选民 就给他打伞了 让他赚到了一些钱了 那么现在又满地打滚 要去起诉台湾的移民署 那可能看中的 就是又会有人 因此给他打伞了 要给他出律师费了 又可以再赚一笔钱了 这个也不是王志安 第一次看这种事了 大约十年前 大家可能还记得吧 王志安就开始扬言 说要赴美起诉方舟子 要把方舟子送进美国监狱 说方舟子搞激进诈骗 送到美国监狱去 当时也是公然的要大家给他打伞 说是需要有律师费的 需要有路费 所以还真的有网民 给他打伞 不就是有一个叫什么 北京张胖子 给王志安打伞了2000块钱 被王志安亲切的叫做张胖儿 当时王志安还声称 说他对收来的这些打伞的钱 怎么花的 他都会公布账目的 那这都十年过去了 账目在哪里 根本就没有 所以他不过 就是又找一个借口 来骗打伞 如此而已 我一直在说 王志安虽然是很愚蠢的一个人 智商不满 其实 但是有比他更愚蠢的人 这多的是 所以他做的就是智商不满 其实赚那些智商不满60的人的生意 好 今天的节目就做到这里 下次的节目再见